今天来简短的回顾一下我两个礼拜前给大家推荐的两个股票 大家知道我之前推荐的股票也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左右了 基本上没有一个跌的对吧 这两个表现尤其突出 就是今天涨幅榜上的第二和第三名 Cliff资源和美国钢铁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股票涨幅这么大呢 我在前几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了 首先看一下咱们关注的这些股票里面 大概是一百多个 你看今天就是涨幅榜上 这个涨幅榜是今天的按涨幅来排的 排名第二和第三的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Cliff资源和美国钢铁 首先看一下Cliff资源 它在过去五天当中就一直在爬升 再往前看 就是两周前 自从两周前 两周前呢就是它是一个小的这个跌幅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你们赶紧买这个股票 对吧 然后呢你看这两周就开始往上的这个爬升 然后是连续的上涨啊 从七块钱左右涨到了八块九 那就是意味着涨幅涨了接近百分之二十八左右 是吧 如果大家买了这个股票啊 你比如说买个十万美金的 大概现在就赚了两万八 恭喜大家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美国钢铁这个股票啊 非常开心 今天它也是涨幅达到了百分之六点三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过去五天当中 它的表现啊 也是就是前面两三天 是一直在爬升的 经过一个爬坡之后呢 它修整了一下 也在爬坡 过去两三周啊 大家看到这个周期也是一直在爬升的 就是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股票 那么这两个股票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啊 就是大家知道啊 就是链钢的话 你需要这个铁矿 那么这个克利弗资源呢 就是美国的一个矿山 它就是挖矿的 挖了矿之后呢 就卖给这个美国钢铁 美国钢铁就拿去炼矿了 为什么这两个股票涨呢 是因为最近呢 这个一系列的好消息啊 就是说第一个是从川普 这个病好之后 就是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药呢 就是特效药一定是有的啊 就是它这个蛋白抗体是吧 单抗 这个另外呢 就是 蕊德西韦这个药 也已经得到了FDA 昨天啊 得到了FDA的批准 就是成为全世界 唯一的一个得到FDA批准的 用于新冠治疗的 这个正式的药物 它先是用来治疗 下面就是这个单抗 所以治疗的药物上 这个组合基本上是有了 那么这个 Vaccine呢 就是这个疫苗 马上也就会出来 三两周之内 就会出来这个疫苗 所以呢 经济马上就要恢复 经济恢复之后呢 美国现在的失业工人 两千多万 是吧 经过从三月份 这个失业数据 就一直是 每周都是高于80万 直到这一周的周四 是吧 因为美国是这个 统计局每周四 报这个上一周的失业数据 直到这个周四 就是昨天 这个失业数据是77万 第一次低于80万 想想吧 每周70多万人 80万人 甚至100多万人失业 从三月份到现在 已经这个几千万人失业了 两千多万三千万啊 所以明年呢 美国怎么去振兴经济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明年一定 美国又开始新一轮的基建 这是在二战之后啊 甚至1930年代之后的 非常大的一轮 可以说是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这个钢铁股票 肯定是会大涨的 这个现在呢 它只是在山腰上 这两个股票还会往上涨 我现在明确的告诉大家 今天呢 我把节目做的很短 就是给大家回顾 这两个股票的涨幅 来验证 咱们这个群里 所做的所有推荐 都是正确的 其实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 跟大家说了 我说有一个股票 我不怎么给大家推荐 因为我买了 但是它 我买的位置不好 它跌了 就是这个 今天涨幅往上第四名的 这个啊 今天是第四名 就是南非的这个SASO 前面呢 它其实上都 都在下跌啊 就是我买的时候 它都是在下跌 这几天 刚开始反弹 所以呢 我现在这个股票 还处在亏损状态当中 所以我前面也没给大家推荐 我也跟大家说了 我之所以买这个股票呢 我就是把我的这个portfolio啊 多元化 我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之外 也配了一些其他国家的 但其他国家的 那两三个吧 都不赚钱的 所以我没有给大家推荐 我也是做一些尝试 不推荐大家买啊 为什么美国的股票 能够快速的这个恢复呢 就是因为有美元 这个强有力的货币的支撑 美联储能够有巨大的能量 就是在危机到来的时候 进行无限的QE 来支持它的金融市场 即便经济还没有恢复的时候 它已经先把金融市场 作为一个领先因子 给拔起来了 就是因为美联储强大的能力 其他国家的任何中央银行 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比如说南非这个国家 更是很弱 是吧 它在这个金融的管理上面 自从这个黑人掌权之后 基本上就是不行了 基本上就是废了 所以我没有给大家推荐这个股票 但今天呢 这个股票的确是反弹了 那么这个航空股呢 这两天的涨幅也是非常的好 我这里呢 今天不是我讲的重点 那么其实大家也错过了 这个航空股入场机会最佳点啊 只能说希望它再跌一下 大家就赶紧入场 那么今天呢 还有一个啊 sorry 就是这个特斯拉呀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特斯拉啊 特斯拉呢 我前面给大家说过几次啊 就是说这个股票呢 我们已经上调了 它的这个区间 三百八到四百四是吧 你只要高于四百四 你就可以卖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前面几天确实是高于四百四了 然后它就开始往下跌 阴跌了几天 然后呢 今天是暴跌3%以上啊 所以呢 就是到三百八 你肯定是可以买 但是在这个区间 你是买不买 大家自己来决定 就是有这么一个区间波动 做这个区间波动 肯定是赚钱的啊 你看前面的这个波动形式 基本上是验证的 它就在这个前面的两个月吧 一个月 9月份之后啊 就在这个区间当中进行波动 那么这个股票 大家自己来抉择 所以呢 今天我给大家回顾的啊 就是说 咱们群里的这个判断能力 还是最强的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克利弗 涨到了7.98% 这个美国钢铁涨掉了 7.21% 7.24% 还在往上窜 所以已经涨过了10美金 美国钢铁涨过了10美金 哇 恭喜大家 所以呢今天啊 就是给大家回顾到这里 我们呢 下面 还在进行很多的市场研究 所以现在不盲目的给大家推荐 辛苦 等我们研究好了 会下一轮给大家有新的推荐 希望大家接着关注我的节目 谢谢大家